好 台南這間外觀氣派的婚宴會館 門口停了一輛大型的托板車 掛著布條還我房地 旁邊還住民租約終止不搬遷 欠租不給將近兩年 還說要大家品品禮 這是地主出的招 會走到這一步 看來他是繳盡腦汁了 那麼這是在台南永康的一間 知名的婚宴會館 佔地大概一千坪 先前受到疫情的影響 婚宴館變成了蚊子館 而原本的租金是一百七十六萬 降到一百二十一萬 最後又調降到五十八萬 不過地主指控業者說 從前年六月開始 兩年來就積欠了 大概有兩千萬的租金不還 提告勝訴可以假執行 不過業者又用緩兵之計擺了一道 就在十七日的時候 這個房東就奮而請來了托板車 停在會館的出入口 斗大的布條引起了賓客的側目 而業者則是氣了報警 認為生意受到了影響 要求托板車撤離 也打算要提告強制罪 以上是目前來自台南的詳細資訊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